做人有時不妨借古鑑金 不妨看看在歷史長台的穆天俠 尤其是穆天俠也是合在金牛座 究竟發生過什麼事呢? 今時今日可否發生少少的借鑑呢? 我首先是說上次穆天俠在金牛座 也真的在金牛座 那時候就是1941年 穆天俠在金牛座的25度 1941年5月8日 如果要穆天俠在同一個星座 那個星座就是每83到每84年就一次 如果你熟占星當然就明白 這個其實就是天王星自己本身的星座 但是如果你不一定要強調它是同一個星座 但凡你穆天俠 那麼它平均就是14年一次 即是有時13年或者15年 所以你取得中位數就是平均14年會合一次 但是上一次都是在金牛座 那就是1941年的5月8日 我們不妨就看回 1941年的左右 但是這裡就前一點是1940年的 的確在世界上 是有一些跟努力和努力有關的事情 就話說在美國 他們就開始奠定 講一個40小時工作 這件事他們就開始立例了 就令到那些人不用整天上班這麼辛苦 又要注重那個家庭生活 這就是在穆天俠在金牛的前夕 去發生的 那一例我講中了 即是不是說我講中了 即是我們去回顧 亦都跟我剛剛說的 是否在努力和努力有關 還有金牛座 因為是說寶寶的 是說一些慢動的 你記得我說過金牛座 跟我們身體的感官 視聽娛樂享受有關 所以你在一些人類勞動的層面 是否在努力那裡 他就說喂 你給一些人去享受一下 所以在上一次 1941年5月8日 木天俠在金牛座25度的那個前夕 那美國就發了一條這樣的路 令到人可以找回 去享受生活 那即管看看 來到現在 多少年之後 2024了 2024減回1941了 OK 83年之後 我們 今次那些人 又會去爭取什麼呢 我們特別放眼 是那些 和錢 或者是 擴公 擴公 也可以 或者擴公 要去爭取 保障自己的權益 如果死難會賠上多少錢 看看他們會搞什麼 會搞什麼革命 好 我們繼續去溫古之新 曾經在1968-69年都發生了木天俠 為什麼叫做slash 因為有時候 那些什麼木星 天王星他們自己都會逆行 所以呢 總之逆行也是一些沾聲學的術語 所以他們逆行之後又會順行 所以搞到他們其實是可以合幾次 但是這些事情就在發生兩年之間 你不會說橫跨三年就合三次 所以在1968-69年 木天俠就在天平座合了三次 OK 我們看看那些年代發生了什麼事 跟我們今次的金牛座也有些呼應 那我也說了 六八六九年就 木天俠在天平座三次 而天平座的主星或者叫守護星 就是金星了 OK 咦 而我們今年2024年4月的金牛座 木天俠 金牛座的主星也是金星了 OK 那我們看上次六八六九 OK 那即是70年代左右 咦 70年代有很多什麼的爆破出來呢 有很多什麼新的discovery 其實就是講一些 新的music genre 一些新的音樂的 體裁 一些新的音樂風格 OK 那時候70年代 你自己也會找到music history那些 那有什麼 disco funk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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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OK 就開始代替舊的那些什麼 貓王 rock and roll blues r&b 所以 咦 我們也可以有一個借股減金 今次2024月的木天俠在金牛 隨著這個生象能量的開始 我們人類接下來 亦都會不會 還有一些新的音樂 誕生 或者是其他的art forms去誕生 因為 金正他不單是掌管音樂的 他亦都是掌管藝術 美麗的東西 OK 還有特別是什麼呢 會不會是一些用泥土做的art 就是那些Porsaline Porsaline 那些東西 因為我說過 金牛座和土 Earth resources 是不是 大地資源 或者那些泥土是很有關係的 是吧 然後我們人類會拿那些泥土去做陶瓷 是吧 咦 那接下來這個陶瓷界 會不會有新一波的革命呢 或者跟建築界 因為建築 你都是萬丈高樓平地 和地有關 還有我們又呼應過什麼物料 地震之後 他們就研究了一些新的物料 可以蓋得又耐用 又可以抗震 又可以蓋得很漂亮 一些新的architectural form 建築和美感都有關係 所以你可以把很多的key words混合 就儘管預期待我們 接下來人類的發展 這就是一個做預言的辦法 OK 好 然後我們也可以去看看 14再加14年之後 從那個669 一去就去到這個97年 好了 97年呢 亦都是發生過木天合 合在水平座的一道 好 我之前說蘋果的時候 記得有說過嗎 1997年8月8日 不是那個think different的act 就是木天合在水平座出來 對不對 那個廣告出身 OK 所以我們現在回顧 97年 木天合在水平座 我們借古了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呢 果然是有一些很重要的新科技誕生的 我已經說過一百萬次了 是不是 木天合新科技出來 是不是 那原來 97年呢 就是 Toyota的Prius 是 它那個first generation 就是 環空面世的 那時候呢 是他們那個 mass production 這個叫做hybrid vehicles 那為什麼叫做一個hybrid的東西呢 這些東西我就上網找 我本身我對車是一無所知的 OK 那就是他們這個hybrid 即hybrid 即叫做什麼 混種 混種的車 就是人類那裡 就是首次去量產 那它怎麼叫做 雜交呢 這個車 就是它是用了 gas的引擎 但是呢 就是用了 電池的引擎 OK 那隨著這種混種車的 mass production 就開了人類以後的 汽車界的鮮學 那也是引發了 新一波的 那個 汽車工業的革命 Toyota的Prius 那 同年 就是97年 12月10日 在日本 它們第一個Model Model型號是什麼 NHW10 就開始去銷售 OK 所以這些科技的新突破 在今年的 木天合金牛再有一道 看看會不會有些 這些好消息 是可以讓我們人類去見到 OK 好 好 過完這個97 我們又看看 13、14年之後 發生了什麼事 13、14年之後 是 2010 2011 2011 OK 為甚麼是 因為木天他們自己有些逆行 信行 他們合了三次 還有很搞笑 在不同座合 合了一次白羊 然後合了兩次相遇 OK 在這兩個季節之間 10、11、11 木天合三次 八羊相遇相遇 OK 那時候 就真的發生革命了 那時候 大家仍然都是 有生 和記憶都是非常新鮮的一年 對不對 那時候發生了甚麼事 其實就是在我們 今天20、14年 之前 OK 你就是阿拉伯之春 OK 所以我都說 木星就會擴大了 天王星搞革命的能量 所以在阿拉伯地方 就有阿拉伯之春 還有不單止 我想說 原來剛好 我們現在經常用的Instagram 都是在2010年環空面世的 還有你想想 當然IG是新的科技 還有它也同時符合了 嗯 木星的一個鍵詞 就叫做Moss Communication 或者是Media OK 天王星是新科技 還有木星就是我們 即如果你識尖聽學 就會知道木星也是掌管一些 大眾傳書 或者是媒體 Moss Communication的東西 所以IG在那個時候 隨著木天俠就是環空面世的 以上這些 就是會很容易影響 我們人類的那個 即政治啊 社會啊 經濟啊 時事啊 的一些 木天俠的影響 OK 現在我再給一個 一點點個人的動作 看看你們自己 會不會容易應驗 知道不知每次木天俠呢 每一個人呢 就忽然之間會有很多的 旅行 即是那個 用中式的說法 就叫做逆馬聲動 OK 那即管看看 隨著 今年這個開始 那你會不會是 忽然之間是去了很多旅遊 OK 還有你不要說 哎呀當然啦 現在是後疫情時代 後疫情時代嘛 過了COVID嘛 去年2023已經過了COVID啦 是不是 所以 我現在是說真的 由今年 即這個木天俠 即再說一次啦 近來開始時間 4月21號 2點27分 AM開始 那 之後你會忽然之間 疫馬動了很多 哎呀 又或者這麼說 你 即是你不要覺得 自我應言語言 哎呀 塔仙亂南港語言 那我就去旅遊多些 是不是 不要覺得我洗腦 那你不如你回顧你人生 每逢十三十四年前 OK 即是如果由現在數回之前 首先是2010-11 OK 跟著之前就97 OK 跟著之前就是83年 OK 跟著再之前就是669年 68-69 是啦 那你看 即管你回顧你人生 會不會那些時候 忽然之間是多了很多次的旅行 OK 特別我想怎樣說 例如1983年 1983年呢 穆天呢 是合在蛇手又叫人馬座 哇 合了三次 又合了三次 同一個星座合三次 對了 不過剛剛 就是669 那個都是天秤合三次 對了 83年就是蛇手又叫人馬座合三次 對了 那我想特別怎樣說 這個呢 因為蛇手座 就是跟外國旅遊有關 所以如果你六八三年那時候 你已經誕生了的話 那你會不會是那時候 那時候穆天合就 特別多外國旅行呢 對了 所以 對了 這些就叫去借股減禁 OK 那無論如何 這是一個個人的預測 在我們一些個人層面 都會非常之多 出外走動去玩的 即使今次 這個穆天是合在金牛 而非蛇手 那 所以都說了 我怎能說得完 我現在都說了整個小時 是不是 而剩下會有更加多 很精準 也都是很有趣 很有趣 很有趣的 語言 和這個穆天合金牛 就會放在patreon 給一點點優先預告 例如 我會語言有關 美國華盛頓的東西 嗯 這次穆天合金牛 和華盛頓有什麼關係呢 還有 我們又可以回顧一點點歷史 剛剛我不是說的 上一次穆天 亦都是合在金牛座 就是1941年5月8日 對不對 那時候就在金牛座25度 欸 你知不知道 在差不多那個時候 對了 1941年了 有兩種食物是誕生的 第一個是我們現在日常還會吃的M&M's OK 第二個 我們現在日常也會吃的 那就是Cherios Cherios 即是外國很出名的那個 吃之後的粟米片那個牌子 對了 其實我們現在兩個都會吃的 咦 我想說 這兩種食物的出生 是對我們人類有什麼啟示呢 還有他跟這個穆天合 在金牛座有什麼掛勾呢 還有一些跟政治很有關係的 知不知道 這次穆天合 是合正 英國現在手上 新偉城Rishi Sunak 那個生日的 而剛好呢 是對分了 查理斯國王的那個生日 OK 基本上 你看他們分別的生日 一個在512 一個在11月14 其實他們兩個 那個名盤的太陽是打對台的 咦 但是剛好這個 穆天合 就是合了 手上 而對分了國王的那個生日 所以接下來對英國會有什麼的 那個政治面貌的改變 OK 還有 原來他跟普丁 普京 噢 噢 普京 的那個星盤 就是這次這個穆天合 是有些很特別的上位 OK 那會不會預視了 俄羅斯可能 接下來有些人去搞革命 而推翻普京呢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很多 例如 就是我都說了 這次我們這個 木天合在金牛座21度 咦 原來金牛座21度 在尖聲學來講 是一個非常之特別 也都是有史可巡的一個位置 它有什麼特別呢 還有如果我根據這個地方發生 這個星座位置的一些相關的歷史 那對我們這次人類 會有些什麼的啟迪呢 OK 然後還有 最關心的錢 尤其是在這個金牛座影響之下 我們人類很關心的錢 這次的星像 會啟示到我們 接下來有些什麼 投資 智勝的辦法呢 或者不要說智勝 但是起碼令你不要輸的辦法呢 或者 又再退而求其次了 起碼令你不要輸得這麼慘的辦法呢 OK 好 但是呢 如果不說不斷戴頭盔 原來這次這個木天合 也有好東西的 它是接下來 對於多過一個星座 會有大賺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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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贏到大錢大獎的 OK 那究竟是哪些多過一個星座呢 接下來要好好爭取這個木天合金牛的能量 你又去刀仔巨大樹 可能去買賭賭 如果你贏了 那你會不會有大方 像上次那個會員那樣 又去封封五位數大利是給我呢 當然我也很期待 我也很祝福你 是不是 OK 還未完的 原來這次這個木天合金牛 也是跟歐盟的那個成立盤 又有些chemistry是誕生了 所以接下來歐洲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OK 接著再說一次 那時候那個八人座 新月日全食 是不是 那 這些東西我會放在patreon說 還有究竟這個四月的兩個星象 這個 新月日全食加上木天合金牛 對於十二星座的personal life 會有什麼大改變呢 會怎麼去shake up你的lives呢 嘩嘩嘩 這些東西我youtube當然說不上了 那這些東西就通通放在patreon OK 還有再說一次大家 就算你不加入月費會員 也麻煩你成為了免費會員 裡面有很多浩瀚的免費公開資訊 我不可以至少多東西提大家 哎呀我又有免費東西了 好煩啊 麻煩你自己去看 OK 但是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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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片的反應好的話 我都可以考慮將 我剛剛說的那些 尾巴 即使放了patreon 我都可以將它變成 就是free to public的 OK 但是這個 就要 depends on 這條片的反應好不好 是啦 好 那接下來就祝大家 在這個四月是 坐穩 但是 而且 你會預料有陣痛的 OK 除非你贏錢的那些多過一個星座 這個就肯定沒有陣痛了 但是大環境來說 一定會有一些東西是崩潰的 你要破壞後才能去重建的 OK 尤其是加上這個 八楊座 喂 八楊座是第一個星座 在王道十二公裡面 我們是叫它做第一個星座 是一些很大的新開始 那究竟你們人生會走出一條 怎樣新的 斜徑 怎樣令斜徑 哇 很興奮啊 通通這些東西就patreon見 OK 但這條片反應好 我就在patreon那裡 將這些東西改成免費 你最高瞬的 你是又是你的 男人 你最高瞬的 你最高瞬的 點擊 那個人 你最高瞬的